大家好,我是Cathie 今天來てielt方美市的三井隔林主題樂園 是一個很大的主体樂園 有70多款的遊樂設施 不過我們今天一定玩不完 先介紹一下這裡的價錢 入場一位是2000日圓 建議我們可以直接買一個週遊券 6000日圓包了入場 再加你玩的費用 他就給你手帶 玩的時候就給他看就行了 所以最後我們兩個人加起來 就是12000日圓 他給我們一個地圖 有興趣玩的就可以看 而且這個是中文的地圖 這樣就很方便 可以看得清楚 我們現在出發吧 首先我們乘坐六兒島本線 來到大牡田站 車程大概50分鐘 然後走到旁邊的巴士站 乘坐3號巴士 在右落牆站下就可以了 建議大家也要開著Google Map 以免下錯車 來到樂園的第一站 先入眼簽的是旋轉木馬 木馬設計上相對比較簡約 而每隻木馬外表都差不多 我們剛剛就彎完身後面這個叫做恐龍火山車 沒有那麼刺激 但是速度很快 一直衝到斜樓 但是不會突然急聚那一隻 如果你很怕那種下聚感的人 這個會挺適合的 旁邊就買了這一杯奶茶 10多元港幣 試一下 比較普通一點 珍珠就不太好吃 但是它的奶味也挺香 很好喝的 下站就乘坐這個滑行吊椅纜車 不過我只可以一個人坐 車程大概一分鐘左右 沿途也可以飽覽整個樂園的景色 我剛剛就彎完後面這個海盜船 其實它的力度沒有香港那些那麼誇張 它就比較溫和地加速 然後上到就算是最高點 都不會很強的離心力 現在我們就去玩其他遊戲 我看到有激流在遠處 很好玩 旋程大約有5分鐘 可以慢慢享受和飽覽景色 亦不會有急聚之類的情況 不過應該很久沒有換水的關係 所以河水飛淺上身的時候 明顯看到有點髒 這點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們剛剛就玩完後面這個卡丁車的問題 它就不是碰碰車來的 你不會撞到任何人踩的去的 右腳就是油門 左腳就是煞車的按鈕 所以其實也很簡單 它速度就不算很快 我想大概4-50公里左右 駕駛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旁邊有什麼設施 剛才那個激流都會看到的 我整體體驗得很棒 很好玩 這個也不錯 我待會有時間會再來再按鈕多次 我們現在玩的就是類似一個 有點索度的東西 我覺得也挺舒服 因為你不用走上山 已經好很多了 我們現在就欣賞一下這裡的景色 你看多舒服 很好天啊 我們剛剛就搭完那個纜車就上來這裡 有一個觀景台 真的非常建議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因為它很漂亮 可以看完整個樂園的景色 是超級漂亮和好看的 而且這裡可以坐一下休息一下 而且我們現在旁邊是沒有人的 大家有興趣就過來摩克 天氣真的超好超好 我們剛剛就玩完後面 身後面這個超速衝浪踢了 挺好玩的 它的船是一個蜜蜂式 它打開之後你就可以進去坐 對了 準備時間也開始了 然後就好像後面一樣 它是一個蜜蜂的車 所以呢 你不用擔心說會弄濕或者其他問題 因為它已經包好了 包到陷了給你 大家記得千萬不要站在那個位置 要不然你真的會全身濕透 這個也挺值得再玩一次 現在時間是三點半 我們來個中場休息 坐下來吃一吃 我們點了幾樣東西 分別就是我這個 士多啤梨加香蕉的薄餅 就像平時做的那種 點了薯條 先試一下 正常味 因為它是比較熱身都OK 它就點了一杯 芒果特飲 芒果沙冰 有雪糕在上面 最後點了一個 雞腿 好熱 食物都挺新鮮 好吃 現在也要快吃 因為這裡是5時3會 我們還有另一邊都還沒玩 大概只剩一個半小時 快吃快吃 好 稍後見 我們剛剛玩完身後的激流 它叫急流 OK的好玩 因為香港那個 叫什麼滑浪風阪 不是 因為香港的滑浪飛船 即是海洋公園那個 已經沒有了 所以來到的時候 就是海洋公園那個 我們馬上就玩了 它一開始都是平路 然後會經過一條隧道 然後再出去 最後在高點上衝下來 它的速度就沒有 海洋公園那麼急和那麼快 它會在這個位置 最高停一停 才會再衝下去 所以離心力就不會很強 不會濕得很重要 可能你的袋或腳濕 但是出來後 它已經乾了 不過大家玩這個的時候 記得沖下去 這些水滅這樣進來 要下頭 或者你不要開著口 因為水是進了口 但我的水就覺得不太乾淨 大家要小心點 這兩件事 還有我們都玩了兩次 而且不用排隊這樣玩 這裡是沒有什麼人玩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玩一下這個 現在來到Greenland遊樂園 最後一個行程 我們很期待 就是坐摩天輪 上來都有一些風 因為它是密密封 然後你都感覺到風 好像吹過來 很舒服 你坐摩天輪 就可以看到整個樂園的景色 我們今天整個行程 滑上一個圓滿的機號 如果你有機會來到紅本 都可以安排來到這裡去玩一天 不過大家可以早一點 因為它要開9點 但是收收5點而已 還有這裡交通也有點偏僻 要遇到一個多小時的交通時間 因為預等車 車程的時候 都要久一點 但整體來說 我都非常推薦大家可以過來 雖然設施不是很新的 但我覺得以它不用排隊 和多選擇來說 其實是非常之好 三井格林主題樂園 這個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